接下來跟各位講叫做氣旋跟反氣旋 氣旋就是所謂的低氣壓 低氣壓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然後上升氣流 它為什麼叫做氣旋呢 因為呢 北半球人多 右撇子多 所以右手北半球 握起來 上升氣流 上升氣流 往下看逆時鐘 所以低氣壓逆時鐘旋入 中心是一個上升氣流 氣旋 叫氣旋 叫氣旋 這個是氣旋 那因為它是一個上升氣流 所以就會容易下雨 飽和會下雨 所以會有一朵雲 所以低氣壓中心是一個陰雨的天氣 反過來高氣壓是一個下降氣流 它叫做反氣旋 它叫做反氣旋 因為呢 這樣子叫做氣旋 這樣子叫做反氣旋 下降氣流 往下看順時鐘 所以高氣壓順時鐘旋出 中心是下降氣流 氣旋 反氣旋 如果右手 如果右手是北半球 那左手呢 南半球 南半球 低氣壓上升氣流 順時鐘 順時鐘 高氣壓 逆時鐘 所以氣旋 反氣旋 氣旋 反氣旋 OK 對 就是 它會有這樣的名字的原因 所以 低氣壓中心是下 高氣壓中心是下降氣流 所以它的天氣是晴朗的 我說過要記住 所以氣旋 反氣旋 低氣壓 高氣壓 比給你看 這樣來的 好 所以 這邊有一個氣旋 然後呢 旋入 然後往上茂 然後散開來 這個以前有人考過 現在應該不會有人考 這叫做低空浮河聚集 高空浮散散開 就是在下面是聚起來的旋入 在上面是旋出的 所以低空浮河 高空浮散 歷史中旋入 那如果是反氣旋 就倒過來 高空浮河 高空聚起來 下沉 在低空浮散散開 順時中旋出 旋出 這叫做 反氣旋 氣旋 反氣旋的氣流 好 高空浮河或者是高空浮散 不過這個現在應該沒有人這樣子問 以前有人問過喔 OK 下一個是李化老師教過的 白天吹海風晚上吹陸風 如果我純粹考地科 你就只要這樣記就可以了 叫做白天吹海風晚上吹陸風 如果我要加考李化 你還要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比熱不同 陸地比熱小 所以 它白天升溫快 熱空氣會往上冒 熱空氣上升 所以冷空氣從海上補過來 風從海上來 所以叫做海風 這裡為什麼會畫雲 因為從海上吹過來的風 比較潮濕 水氣多 然後又遇到上升氣流 往上冒 氣壓下降 體積膨脹 那溫度降低容易 飽和凝結成衣 所以有餘會下雨 所以 像台東的海邊 它經常會有所謂的 午後雷震雨 白天吹海風 風這樣吹過來 因為它的比熱的關係 那到了 那裡話老師有教 比熱小溫度容易上升 也容易下降 比熱大 不易上升 不易下降 所以到晚上變成海上的空氣熱 熱空氣上升 冷空氣從陸地撫過去 風從陸地來 所以叫做陸風 這上面為什麼沒有畫雲 因為晚上看不見 不是 是因為如果這裡本來就沒有雲 從陸地吹過來的風更乾燥 更沒有水氣更不會有雲 所以這裡就沒有雲 所以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我說過了 如果存考地科 你就背結果就好了 白天吹海風 晚上吹陸風 家考裡話 你還要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可以嗎 OK嗎 OK 有人問大家沒有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